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你说你要走 不回头你就走 我再也不让爱 就这样跟着你 你说你要离开 不后悔就离开 我也不会再爱 爱一个不爱的人 你说你要走 不回头你就走 我再也不让爱 就这样跟着你 你说你要离开 不后悔就离开 我也不会再爱 爱一个不懂爱的人 你 你的书包 等我一下 爬上就好了 有 有 今天大风收啊 今天赢个不少 待会儿啊 好好请你刻意的拿 我就知道你又不虚实心 你有口福了 是啊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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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家晚了 你爸妈又要问你了 你爸妈从来不问你 我爸在当中成长 从来不回家 我妈又一天到你打牌 哪有时间管我 是不是通知你妈到学校去的吗 去的又怎么样 你妈知道你常常叫这个 不骂你 反正我就要去美国了 算不算这也没什么关系 你真的要去美国啊 我跟妳讲 美国他们学校 一个礼拜只要上五天课而已 而且每天下午三天就下课 还不用写家庭作业 好棒 好爽 好过瘾 还有 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 哪像我们中国 都要读五千历史 多累啊 你真好命 会不会再读五千年的历史 这样我 一辈子也不想去美国了 等你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看来美国找我 等到我的出国还要好多年 我们把你玩我这个朋友了 不会 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六点了 我老爸都下班回家 我惨了 我 到哪去了 放学以后老师要我们留下来练球啊 练什么球 篮球 我跟海爷爷到学校去接你放学 你们老师说你第三节课以后就不见了 打完球是体育组的事情 这班上老师不想回家了 我就知道 这些老师太不负责任了 事情没搞清楚 随便乱讲话 乌赖宝宝淘雪 你看 让我来问我她好不好 好好好 你来问 把书包给我 来来来 你们打 来 我们在学校等到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也没有看到操场上有人练球啊 我在体育馆练球啊 练球就可以不上课吗 这礼拜球队要参加比赛啊 体育老师一定要得到冠军 所以不重要课就没有去上课 你这种身高也能参加篮球队啊 我哪知道啊 这学年开学的时候 体育老师找我参加校队的啊 老婆 怎么 你 连动都没动过你 我 我吃不下 怎么会吃不下呢 像你这年纪正是能吃的时候啊 有没有不舒服啊 没有啦 哎 宝宝 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 你千万要告诉老爷爷啊 啊 小蕾啊 我看哪 还是带他到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像他这种年纪的小孩 吃不下饭呢 一定有什么毛病 有没有毛病啊 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我来 我来 喂 是 好好好 我马上来 小蕾 你要出去啊 店里来一位客人 一口气买了二三十套衣服哎 哎 那好事 你何必要敢去呢 这客人是第一次来的 第一次来就用支票 他们怕他的支票有问题 所以不敢做主啊 那还是去看看 好 哎 太医院 别忘了 让宝宝做功课哦 我知道 哎 哎 那一位啊 那一位 妈 他一共买了多少钱 三十九万 那可以签信用卡吗 通往带信用卡 看他样子也不像会骗人 如果今天不肯收支票的话 我怕会得罪这位客人 好吧 交给我 对不起 还认得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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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还认得我吗 哎 当然认得啊 听说 这家店是你开的 特地赶来捧个场 算是庆祝你新店开张的一份贺利 谢谢光明 没想到 你的店员眼光这么短见 你 竟然不肯收我们支票 哦 这是我规定的 除非有贵宾卡 否则一律不收支票 我算不算是贵宾啊 当然算了 这家店的资本 当年还是方家元留下来的呢 儿子出资本 母亲来花钱消费 这真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因果寻理办法 您 别忘了 您是有名有望的贵妇人 也在大庆行动之下 深了风度 让人家看笑话 小倩 拿张贵宾卡来 好 欢迎以后成光临 方董上选的东西都整理好没有 都整理好了 那麻烦你 帮忙把方董这样的东西 送到城上去 是 方董是在哪儿呢 还想选些什么呢 不用了 好 董事长这些衣服买了 偷了我拿出去扔掉 董事长 这是花很多钱买的 我叫你扔掉 你听见了没有 我找你 什么 是 啊 我回家 我看见了小叶 订了一大袋新买的衣服 说是要把这些贱掉 我不喜欢 我讨厌那些衣服 不喜欢讨厌 为什么要买呢 你 你管的太多了吧 那两座工厂进行得怎么样 好消息 是一家國際性服裝公司,準備在台灣設廠。 什麼時候簽約? 明天上午。 好急了,我看他能夠得意到幾次。 簽了約之後,請他們先付現金,我繼續簽用。 簽約金沒有多少,最重要的是趕快完成過庫手據。 那你就趕快去簽約。 趕快讓他們完成過庫手續嘛。 買下這兩座工廠不是小數目,對方也要辦理銀行貸款。 我不管那麼多,我只需要現金,我寧願價格低一點出售。 價格已經夠低了,這段時間房地產不景氣,賣不了什麼價錢呢? 我不需要賣好價錢,我只要儘快的脫手,儘快的拿到現金。 你現在是大企業的董事長,不是小孩子。 不要為了惡氣,就做出寧為欲罪,不為瓦權的傻事。 使得到李秋蓮的服裝店,吃了畢業惡了一肚子氣啊。 知道就好,那你還不想辦法,讓他的店倒閉。 所以嘛,有些事啊,還是需要我鄭仁貴出面來處理。 也只有我鄭仁貴啊,才是替你解除煩憂的最佳人群。 人家說,年少夫妻老牌伴,我們雖然做不成年少夫妻,總算可以結成老伴。 我不是說夢話,我已經在陽明山上買了一棟房子。 等我們把方式企業交給年輕人手裡去經營管理,我們就住到山上去,過著平平淡淡的田園生活。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我們週一天會退休的。 即使是退休了,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我有兒子,有孫子,甚至有一天,我會有真孫子。 我們會生活在一起,我要享受天人之樂。 那我呢?我該怎麼辦? 那是你的事。 你說什麼? 我告訴你,不可能的。 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跟你生活在一起。 即使再回到過去,再回到從前,即使我沒有嫁給彭雲達,我也不會嫁給你。 老伴,老伴,你應該知道,我一直沒有結婚。 我真的不跟任何一個女人交往。我是死定她的首分。 這你不能怪我。我勸過你很多次。 我也跟你介紹過很多次的對象。 是你自己不要,是你自己看不上人家的。 除了你,我誰也看不上,我誰也不要啊。 來,姚蕊。 姚蕊。 姚蕊。 董事長。 我,我總見你送回去。 是,我總見,所以在外面。 這世界太不公平了。 我付出了那麼多,什麼都沒得到。 什麼都沒有付出,你卻得到全部。 你 想死你 想死我了 你还不放过方杨 还要让你的子孙来牵绊着 你觉得总经理这个人怎么样 总经理啊 总经理人很好啊 哪方面很好 他对本身的工作非常的投入 可以说是以公司为家 也因他的投入 连带了使全公司的员工 都很卖力的工作啊 那他为人方面呢 他为人方面 生活非常严谨 在外面也没听说过 有什么碾花勒草的事情 董事长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 你们不是认识很久了吗 就是因为认识很久了 所以才不够客观 想听听你们对他的观感 我觉得总经理很孤僻 让人觉得高深莫测 很多主管都很怕他 哦 很多主管都很怕他 是 他很守旧 也很固执 很多新经的同事 往往会提出些新的构想 新的点子 总经理都不太能够接受 或许这就是公司营运 一直无法突破的原因吧 如果我撤换他的总经理 你有什么看法 撤换总经理 不太可能吧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公司里的同事大概没有人会想过 总经理会被撤换掉 在大家的印象中 方氏企业的郑总经理 好像是一个永久的标志 他的确是做得太久 应该让年轻人来 开创一番新的剧业 如果换别人当总经理 那郑总经理怎么办呢 总经理对公司 没有功劳也有苦 我不会亏待他 吃吧 吃吧 里面没别人吧 身上有甜妙 就这么点 你别这么阴阳怪气的好不好 我知道你这几年也吃了不少 我会补偿你的 我啊 根本不指望你补偿过什么 你只要能够放我一条身路啊 我就已经谢地谢地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这种日子啊 我受够了啦 我宁愿回到工厂去 做一名女工 赚辛苦的血汗钱 至少我活得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的 清白 干净 你就是每天用牛奶洗澡 也干净不了的 你打 你打死我好了 你打死我你也活不了 这项链借一下 你还给我 还给我 你打死我了 你不要脸 你吃软饭的你 你不要脸 去打死我了 去打死我了 可能是你不牵乱了 大 苹娘 来啊 吃太晚 吃晚不烫了 又吃稀饭 我给你烤面包去 陪爷 您别管他 不行了 早日不吃东西 一天没精神哪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既不是公子爷 也不是小少爷 家里面没有一个人 活该得伺候你 我不吃 你给我坐下 我少爷来不及了吗 来不及也得吃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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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爷爷送你上学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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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 送上去 我才不要 为什么这样 你不是说上学来不及了吗 我开始送你去 你那个车子又破又烂的 被学校同学看到 我都没面子啊 什么叫面子啊 你少许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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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坤那车真是太旧 太脏了 要不说连我都懒坐那个车 爷爷 我那个车子是为了方便工作用的吗 平常我开载好的车到工地里面去的话 那也是很容易会弄脏的 那你为什么不洗干净啊 去 好好好 我们上学去 走 走 阿姨 哎呀 有什么话 等宝宝放学回来慢慢跟他说不行吧 好好 走了 走了 走 哎呀 走 走 走 你说我忘了什么东西了 老爷 你不要送我去上车了 为什么 你陪我坐計程車坐回來 還換上車錢嗎 沒關係 走走走走 老爺 乾脆了 你給我計程車錢 我自己坐車到學校去 你也可以省一趟車錢 對呀 你這小腦子還挺會算帳的 一百塊就夠了 別忘了你還沒吃早點呢 先在學校門口小吃店 吃過早點再上學知道嗎 謝謝老爺爺 快去吧 都是爺爺把媽給吵壞了 他從小跟在海爺身邊 海爺特別疼他 又處處護著他 誰不疼的 我不疼他你不疼他 爺爺這樣疼他會害了他一輩子的 每次看到爺爺這麼護著他疼著他 心裡真是著急 你光著急有什麼用呢 事情又這麼好 你很少跟寶寶見面 每一次你有機會 好好教訓寶寶寶幾句的時候 爺爺又擋在前面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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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好好管我呢 總有一天報紙會登出他的照片 到時候你可瘋狂了 我想把寶寶送到外地去住校 也許會好一點 這也是一個辦法 我們老家不是有一所學校 那學生規定都要住校的嗎 乾脆啊 趁哪天爺爺出去的時候 把寶寶送走 把我先送走好了 我老了不中用了 你把我送到養老院去吧 爺爺 寶寶有什麼不好啊 在家裡愛著你了是不是 你把寶寶送走 你要把寶寶送走可以 先把我送到養老院去 海爺 小姐 那個叫王滬文的 你今天早上來過沒有 我有看見 如果他來了你就告訴他 我來過了 就要盡快跟我聯絡 不要走了 謝謝 謝謝 小林的儿子 小林的儿子 拿出来 告诉你 这是我的财神爷 你作孽做得还不够吗 连个小孩子你都不放过 这次我是做好事 让他们一家团圆 你记点得吧 秀莲是个苦命的人 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到这么大 不知道吃了多好苦 这小子是个摇钱树 你要是把那个小孩子 弄来当你的手下 我不会放过你的 这小鬼可知情 我这下半辈子 就靠他替我翻身了 我早告诉过你 我不会一辈子倒霉到底的 这就是老天爷赐给我 发大财的好机会 你等着享受好日子吧 你等着享受好日子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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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稍微信 大财好 我 Seug 我没有事 怎么會犯 肺腾 我知道你心里的痛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吗 生老病死 是人生必經的過程 既然病倒了 就應該勇敢地去面對它 接受醫生的治療 著急是沒有用的 病毒太久 心裡不病 逐漸有一點變態 我看你應該找個帶你擦擦掉你的郭昌風 不要緊 他常在咬你嗎 你為什麼不躲掉 為什麼要讓他咬的傷很年累 讓他咬緊口 造成一點小小的傷口 也許人會讓他發現心裡的痛苦 其實他也可能 年輕的時候 就跟著我離鄉背景 到異國他鄉去創天下 經營了太多太多的苦 好不容易熬出了一點症疾 好不容易熬出了一點症疾 可以開始享受生活的時候 他就病毒了 他這一生 沒有過過幾天的好日子 夫人病了多久 有十年了 十年 十年您都是這樣過的嗎 前幾年還好 這一兩年 他的性情變得慌張 喜怒無常 心情越來越乖張 怪異 我覺得你還真偉大耶 偉大 開什麼玩笑 您對夫人的這份感情 真的很讓我感動 尤其現在的社會上 已經沒有像您這樣的丈夫 十年如一日 呵護著自己生病的太太 不但要忍受身心兩方面的折磨 還得兼顧自己的事業和生意 也許 我的技術更可以證明 人生沒有十全十美的定義 總會有一些遺憾 我想 除了讓醫生 抑制他身體上的疾病以外 是不是請為心理大夫 來開導開導他 這種變態的心理 是沒有辦法開導蘇姐 只會越來越嚴重 連心理大夫也沒辦法嗎 他的個性非常好強 也一直在追求完美的人生 就因為他制造個性 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壓力 比一般人來得更沉重的 生病的初期 他總覺得自己會很快地重新站起來 沒想到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 他的病情並沒有好轉 所以他心裡越來越著急 然後就是不停地換主治大夫 換醫院 最後 沒有一個醫生是他哪個性人 你們沒有子女嗎 年輕的時候 忙著為生活奔波 忙著創業 忙著賺錢 然後就是忙著賺更多的錢 怕有了孩子會阻礙我們的事業 當我們覺得需要子女的時候 他已經是高齡產婦了 你呢 你的家庭 有丈夫 有子女 對不起 我只是關心你 我有過一次失敗的故意 還有一個兒子 婚姻是我過去的惡夢 兒子卻是眼前最大的苦惱 你那麼極其地認真創業 我以為你一定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讓你沒有絲毫的後顧值 你也一樣吧 外表上一點也看不出來 在生活上還有這麼大的苦惱 看到我目前的處境 對你來說應該是一種禁忌 什麼禁忌 今後要對家庭 對子女多付出一點 甚至於應該跟丈夫破鏡成員 不要太熱衷於賺大錢 創造大事業 金錢 只要能夠維持生活也就夠了 不要為了事業而失去了丈夫 失去了美滿的家庭 那是得不償失 我的婚姻失敗 我的婚姻失敗 丈夫離開我 就是因為當時我太窮了 對方認為 我配不上他們顯赫的家屍背景 現在應該可以挽回了吧 不可能 我們已經分手十幾年了 十幾年 我們的婚姻只維持了幾個月就結束了 當時也實在是太年輕太衝動了 從來沒有考慮到 夫妻不僅僅是兩個人相愛 就可以同時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其實婚姻的背後 還有許許多多的因素 都會影響到夫妻之間的感情的 好 求婚姻嘗嘗 好 謝謝你啊 好累啊 別那麼客氣 你是秀蓮的大老闆大恩人 也就是我的大老闆大恩人 老太爺 您千萬別這麼說 林小姐跟我是彼此互相合作幫忙的 她也是公司的老闆之一啊 至於說什麼恩人嗎 那又更不對了 公司以後還需要靠她的技術 跟她的聰明才智 才會有前途有發展呢 唐先生 你的想法跟做法很奇怪啊 一點也不奇怪 拿出資本是投資者應該去做的 至於公司賺不賺錢 那就要看經營者跟員工 肯不肯努力地去工作 他們才是決定公司生死存亡的關鍵人 你也不說變了 從前呢我們替人當伙計啊 是老闆賞飯吃 我們要知道趕根圖報 現在當老闆呢 反過來低聲下氣求伙計 你們外國人都這樣做生意啊 嗨爺 唐先生不是外國人 他是華僑 反正他是跟外國人一伙的 做人做事好像跟我們中國人不大一樣啊 吃吃 來來來來 好好好 謝謝謝謝 謝謝 好吃 真好吃 謝謝 謝謝 董事長 黃先生來了 讓他進來 怎麼樣方女生 錢準備好了沒有 這裡是一百萬的現款 我不是告訴你要預付兩百萬 我要先見到我的孫子 可以 我可以安排你們見面 但是你不能拆穿你和他之間的關係 那我不是白給了你一百萬嗎 時機成熟的時候 我一定會告訴他你是他祖母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來騙錢的 你會看得出來我和他是有特殊的交情 我今天帶你去 是要讓你雁明正深 確定他是方家元的兒子 你先拿去替他辦出個手續吧 我今天就能見到他 我現在就可以帶你去 讓我逗留 你這一個最詐瞭的 他怎麼會在這呢 孫子 祖马那 從這邊數回去 递一瓷橋 他怎麼會在這呢 在那裡 他不上學嗎 他是這裡的常客 他打電動玩具都不用花錢 那 那他是個壞孩子 不不 我保證 他絕對是聰明絕頂的小孩 這附近的電動玩具店 老闆都怕他 為什麼 因為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這些電動玩具讓他玩幾次 他就可以破解掉所有的機關 所以讓他下注的話 老闆一定輸 老闆免費就讓他玩 頂多損失那台機器 被他佔用的時間來給 老闆 董長 像他這種本事 不但要智商高 還要反應靈敏 這在幾千人幾萬人當中 不一定能夠找出一兩個 像這樣的天才 也是聰明 如果犯罪則貨還更大 我會找他過來聊聊 不用了 我公司還有事等過我處理 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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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你家骨肉 改天再說 董長 董長 總經理說有事要跟你報告 改天再說吧 總經理說是很急的事情 他說你回來的時候 一定要告訴他 好 叫他來 來 見他那個孩子了 有什麼事快說吧 我累了想休息 是關於要賣掉的那兩座工程的事 對方打了好幾次電話來 希望今天就能夠簽訂買賣契約 如果您身體不舒服 我就打電話給對方 說改天吧 或者明後天也可以 還是簽了吧 你不是覺得很累嗎 簽個買賣契約 花不了多少時間吧 頂多半個小時就可以解決了 好不容易找個買賣契 還是儘快完成必要的手續吧 是 我先就打電話通知對方 請您先看看這份買賣契約的內容 請您先看看這份買賣契約的內容 我們還可以做適度的修正 方女士 因為你們是臨時通知 董事長已經事先排好的約會 沒辦法取消 可能沒辦法趕回來 如果待會兒晚一點到的話 希望賣方您這兒能夠先簽字 這是七月中的投機款 您簽了字就可以去領 這是銀行的本票 今天就可以去提領獻款 沒有問題 我們董事長簽了字之後 我立刻給您送去 嗯 那我們走吧 好 這位是方氏企業的負責人 方雅文女士 嬌雅 我是唐子監 嬌雅雅 唐董事長 我是證人貴 方氏企業的總經理 你好 兩位請坐 董事長麻煩您清個字 我讓麥方帶一分切就回去 你說你要走 不回頭你就走 不回頭你就走 我再也不讓愛 就這樣跟著你 你說你要離開 無法回就離開 我也不會再愛 愛一個不懂愛的人 想要禁止 愛人 嘉 sigui 你 朝廈